嗨大家好 上次台中捷运市政府站开箱 大家都有去吗 没有去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我的网织上有详尽的介绍 我们期待已久的台中捷运绿线 这是真的真的真的要通车了 对照9年前中港路与文新路口 现在盖起了长长的捷运高架桥 但很多人担心捷运只有一条线 很多观光景点和住家都不在上面 也不知道怎么搭公车 这要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就交给台湾大道盖线公车 还记得他吗 2014年通车的台中BLT蓝线 因为种种原因 短短不到一年就转型为盖线公车的专用道 但即便如此 300到3110这11条路线 在专用道里面站站接停 又有相同的蓝色广告涂装 某方面来说也保有了BLT要素 或者更像是没有轨道的轻轨路线 相较之下单纯好懂 行驶专用道也不怕塞车 可以快速抵达目的地 所以看不懂公车路线没关系 只要掌握捷运绿线和台湾大道专用道 一样可以拥有台中很多景点 那这次以高铁台中站出发为例 我们先搭捷运到市政府站 来介绍一下如何转乘 专用道公车 抵达市政府站之后 先不要急着出站 请指名一号出口 我们要走过天桥前往对面 在这里我以电浮梯为例 那如果是比较不方便的乘客 可以在月台的另外一端 搭乘电梯 沿着一号出口的指示向前 从电浮梯下来向左转 就可以看到验票闸门了 那验票闸门就跟台北捷运和高雄捷运一样 碰一下就可以出站 在通车出骑 台中捷运可以使用 一卡通、悠游卡和iCache2.0 这三种卡片 那我们往一号出口的路线 因为只有单一动线 所以很单纯 不用担心会迷路 我们照着往下走就对了 等等我们要向左转 也就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前进 这是我们刚走出来的一号出口外观 那比较著名的路标 有房车的展示街 还有加油站 那这时候可以看到 在台湾大道的道路中央 有白色白海豚站体 这个就是专用到干线公车的后车处 刚好看到有两辆双结巴士出站 班次可说是非常的密集 专用到有两个方向 我先介绍靠近捷运站的这个月台 这里是往台中火车站方向 要去科博馆、草务道、第二市场吃小吃、绿川或者是工人眼科吃兵 只要是300到310这11条干线公车路线都可以抵达 只是因为这个月台有其他非干线公车经过 如果你怕搭错车的话 指名双结公车就一定不会错了 如果你是要前往一中街或中油百货 同样可以在这个月台搭车 请指名13478 这几条路线 分别是绿色的统连与橘色的台中客运 也就是与台北的首都客运同样涂装的巴士 过马路之后我们就可以马上向左转 来到靠捷运站的这个站体 那在台中市公车的话 跟台湾大部分的地方一样 上下车都要刷卡片 目前可以使用一卡偷、悠游卡和i-cash 2.0 那这个闸门的话目前没有使用 直接走过去就好 不需要特别理会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搭上双结公车 然后前往各个景点了 介绍离捷运站较远的专用到月台 这也是往静怡大学方向 如果要去台中国家歌剧院 或者是百货公司买东西 秋红谷、东海大学的教堂 东别商圈吃东西等等 这也比较单纯 每一班车都会停 所以只要上车就对了 那往高美市地最简单的方法 也是在这里搭车 请指名309路双结公车 大概每半小时一班车 往台中港或三井奥类的话 则是308或310路也可以直达 继续向前走 跨越快车道之后 就可以左转了 这个闸门一样没有作用 直接走进去后车即可 这一次的解说 在此告一段落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分享或按赞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也可以追踪我的网织 或是Facebook粉专 大家会不定期的分享 关于大众运输的所见所闻 那么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咯